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欢迎收看ET才智脱 今天邀请你Franc聊天 Franc 你好 第一季如果买股票的话很开心 特别有很多市场都大幅跑赢 区内市场有很多钱进入 美股多次破顶 我们看回报就知道 第一季回报主要是risk taking 大家有多高风险就冲进去 都不会有什么差池 那么很多人问第二季 其实这些东西是否要小心一点 直接回答小心 因为其实你见到是升的 不过太过集中 我比以为地上太小但是人太多 总会是逼走一些人 或者风险开始来 因为大家没办法 我们叫做荒谬 fear of missing out 就是大家逼去买日股 美股追黄金 石油 其实你见到这些 是大家见到的地方 但是太多人涌去 而其他人觉得 比如我们中港股市 甚至东南亚 你见到其实没什么 甚至乎大家都是跌 所以这些变成 就是太过集中的市场 去到某一个临界点 就会有个所谓的调整 如果第一季 其实你除了美股 我说标本白指数 其实十几次创新高 然后欧洲股市 就以德国股市行先 其实汇报是超过8% 区内像你所说 就是追日本 又或者台湾 南韩曾经有人说过 但是如果你见到它的流量 都不是那么持续的 带来来 它都好像是追着半导体的感觉 Franc 我觉得 其实这些钱好像很多 因为第一季 我查看 刚刚那星期的资金流数字 入股票的仍然是占大多数 是 当中有一半都是入美股的 就是你会觉得 这个趋势是会急停 还是其实都会持续 不过慢一点 为什么 要分类 因为你说得很对 其实Franc 是离开债去回股 以往就是过去第四Q尾 大家知道减息减息 就用了债 现在又说不减 甚至加了 就用回股票 所以这些这样的 伏来伏去的trend 是第二Q都会让日 原因是什么 等美联储开今后 如果它又六月又七月 现在推到九月 这些无铃两可的伎俩 其实大家去年是试过全年的 是的 现在试也是全年都是这样 所以 当然 喜欢risk taking的 有flow是好事 但是你说一个conservative 比较保守 或者一个传统的散户 就不要跟风 除非你跟得快 如果不是 以回最基本的盈利 利率的敏感度 去做回自己的portfolio 是好过跟这些 因为基本上我看到 如果你看这些钱 有很多在买股票之余 同时继续 是拍很多钱 进去那些货币市场基金 有个规模 依然是超过六万亿 对所有礼拜 都依然是高位 所以好像大家都是 戴着头盔 但是依然 都要有一些防守的地方 我们接着影响市的因素 其实都很多 刚才我们所说的 我们最重要 要看一条主軸 就是经济如何 减息究竟是何时开始的幅度 我们继续谈一下 经济很有趣 为什么那些人追回股票 不相信 今年经济真的会有一个大规模的衰退 金发铝囊下映那些 我真的说 我看到一些PMI 过去一两个星期 很多地区都抽回上去 是绝对是 PMI是上去 因为始终会见到 美国为龙头的成熟经济体 都慢慢耗 不过我要强谈 如果你拨乱反证 或者去完去 去无存清 你会见到这件事就是什么呢 只有美国为龙头 因为始终GDP 日本刚刚叫做零 它没有避开了所谓技术性趋退 但是这些数字游戏而已 那德国负 其实你会见到一些所谓G7 除了美国另外的六个国家 在零里面挣扎着 只有美国报3.2 所以其实如果真是以经济角度 始终偏向美元 美股未债 或者会说就是整个月 第二Q的主族是什么呢 美国先走 无论你喜欢美元 美股未债都是 因为它在主导整个资金流 利率 甚至乎地缘因素 都是在主导 所以 我以为 你当地球搓散它 所谓的越来越亂 资金只有一个地方 就是美元 就是美国 所以美金挺强硬 就是105、104 那其实下不了 因为拿着利率的华市权 所以 怎样都好 就是跟着美元 美股未债美股做 那经济衰退 这些东西 好像错了两年 今年 好像 如果美国不会有太大差池 其实其他地方 都不会太差 是 当然 包括我在内 作为一个分析员 全球分析员 包括IMF 不是平衡 我意思是全部都错 都可以说 resection 或者不要说resection snow down 用一些mild的字 大家都可以做 所以 不独视我 但是 戴完头盔之后 告诉大家 其实有经济面 是靠一些放水的形式去做 其实是有风险的 以往特朗普年代 不停减息放水 到拜登年代 不停用一个physical policy 即是说一些 財政政策 他用这个方式 一个是monetary 一个是physical 只不过大家都是放水 所以你发觉 最近耶伦去 都是去买美债 其实 谁填了一条数 所以这种用水 来养住的经济 其实美国 因为是美元主导 所以其实还仍然 在坚持3.2% 而其他跟车边的那些 因为你印不到 的时候 就开始慢慢下 所以 当然你说好严不好 另作评论 但是如果你是真的 以投资角度 美元资产 始终在这些区域里面 都是主族的 是的 所以那些人就觉得 很怀疑人生 为什么呢 美国联储局加了5厘息 但是金融状况指数 依然都是偏宽 其实是另一个手 在托这个市场 包括一些市场操作等等 大家有空可以上去看多些 如果是这样的话 怪不得 大家就继续炒 但是怪不得 因为之前曾经的市场 都会因为减息预期落空 而有一个比较明显的调整 但是最近这一两三个交易日 开始看到不是 现在减息预期不停退后 然后市场对于全年减息的幅度 由之前这几度 缩到0.75 现在缩到0.6 我觉得 依然 我不信 你们联储局说 减三次息 每次0.25 那没办法 你的浪费币务都出了很漂亮 是 这件事其实如果查回 由鲍威尔开始执掌 2018年到现在 那我就很少分析了 简单来说 它每次的Dotport 和最后结果 没有一次是对的 全部是错的 又是错的 中位数和最后 总会上下有些差距 所以你如果真的用Dotport 去转测 其实历史中都是错的 但是有个纹路就是什么呢 你发现它错得来 都是25至50点指之间的 就是说如果今天报75 其实当然上下估不到 但是你看到Fed的位 是上下可以100点指 即是1% 如果刚才之前说 炒股好像赚很多 其实玩债的那些 你更加赚得多 是啊 那条腰由3.8 4.5 4 4.4 现在上上下下 好像股票那样炒的 其实炒这些息 透过鲍威尔和美联储 这些这样的说话技巧 其实做回反向 赚钱的人很多 所以去年 叫我们说要留意一些债 其实如果那时候 跟我进场是真的OK 特别是去年第四季 美国的债息 十年则息 一错下来 其实资金就会湧入去 那时候5.3 如果大家查一些片 叫大家做 今天你怎么升 你都在赚钱 那现在你觉得 减息的位置 starting point 是否仍然是6月呢 因为现在市场 移到到9月了 嗯 当然在利率期货 那时候9月 但如果留意这个图 其实都是摔来摔去的 即是弹出弹入的 是啊 但是如果以现在经济面 其实没有什么条件是需要减息的 经济好 通胀又未到2% 它没有什么ground 给巴卫去宣布这件事 除非一样东西 突然间经济下滑 因为过去那30年 这么多次的减息周期 都是因为经济下滑 而不是通胀下滑 或者是黑天鹅事件 爆发的金融 而迫使都做这件事 比如好像疫情 大家都突然间减75% 银行倒闭 银行倒闭 所以其实这些都是说 如果真的硬件减 突然间减是一件不好的事 那些股票都会回 所以要小心 但我有想一样东西 它其实就是 现在它很舒服的 在做这件事 因为通胀又回了一点 虽然未到目标 但经济增长依然在 如果减息呢 可能是一个政治式的减息 你觉得是不是呢 因为你真的部署大选 是 当然在特朗普都说明了 如果我赢了就炒爆 不是我说的 大家上班都看回 他都宣布这件事 当然这些这样 big mouth的事 大家都知道特朗普会做这些事 但是你说 在整体的文露之中 就最好了 因为现在两个候选人出来了 以往常说 拜登选就好像很不公平 因为没有政绩 现在有政绩 给大家看一个图 你会发现呢 其实在特朗普政绩 和拜登的政绩 特朗普的时候 经济是好的 是2.2%增加 但是拜登是负的 那时候他不停的减息 拜登是高通 还要加息 所以其实最重要的是 特朗普在暗示 就是减息会减得很厉害 他当时是持续不停的减 但是拜登是持续不停的加 这件事是令到整个政策扭转 如果真的现在你看到 那个政绩里面 在指数之中 大部分的变化 都是股票赢的 即是说如果特朗普真的胜出 现在正在进入3-4% 现在华尔街 是一个Trump portfolio 你上去打Google Trump portfolio 已经有人开始买 是的 买债买股票先走 因为觉得他一上去就减 现在包围的角度 人家又不要你了 那拜登会不会 喂 动一下 虽然经常说 美容署是独立个体 但是 肯定不是 懂不懂做 看看他上班 会不会上班好的员工 但是 我有时候会这样想的 因为上次特朗普那时候 大家又没有想过 市场上场了什么 之前市场跌得很厉害 上完之后 大家突然间180度 原来要追回 才能够成这件事 今次市场感觉 好像在纷纷 提早反映 到时如果他真的坐穩 未必那些东西那么漂亮 会的 当然 脑袋去到那一刻 是不是这样呢 就不可能一头而论 但是你看到现在 正在进入3-4% 慢慢人入飞是事实来的 所以不要完全觉得 涌上去那些美股其他城 如果留意港股 其实最近在 農曆新年之前 都已经开始 那些成交量 不停爬升 是的 也反映就是说 中美关系慢慢和好 又握着手 昨天阿耶伦 以来就是说 如果特朗普真的贏 其实历史之中 那个股市是好的 是的 其他非美的股市是好的 你看 那时候我们又说 又贸易战 又V1 互心300 其内升50 数据没得说 你口讲 但是数据说到 是吗 但是反而拜登有些 陰着出招 加上 今次也遇到 我们中国的形势 不是很好 经济上 很多困扰 所以 其内 中港故事是特别差的 看下来 大家应该会不会提前部署一下 不过最重要 就是你说 老大哥没事 我们全球都不用害怕 但是现在 大家不停 很犹豫 怕着来买 因为它真的不调得多 你第一季 说的标普500指数 那种10%的回报 大家是等它跌 你觉得会不会 那这件事会不会跌 照看这个fund flow 这幅图就是 告诉大家 一个smart money 就是说 一些所谓institutional 或者一些大户 一些资金流向 那我用19年开始track 就是说在疫情之前 再过疫情 再给钱到现在这段时间 其实他发现 这个smart money的钱 那个index 已经去到 去过去那四五年里面 三四年里面 的一个高点 就是说 就算有疫情放水 其他城 现在都已经是capcap 会不会突破之前 那两个高点呢 其实是移民 但是问题 如果不是的话 它开始收回水 或者不投的时候 你会不会见到 就是那个红色线 就是说 告诉大家 走第一批的春光鸭 都是一些 机构投资者 或者大户 所以瞄着它们 现在的流动性 其实已经知道 什么时候 一个所谓的cap 那个位置 当然 如果你拼在现在的 现实的成交量 都是在升 下面走人钱 那些散户在接货 才令到这件事情去做 是啊 我发现是 散户比例越来越多 还有现在出一些金融数据 美国会经常公布 譬如有些孖展 是的 过比例应该越来越高 这个才危险 跌起来的时候 就 散户越多 就比较危险 它会调整 但是你说真的崩塌 有两个indication 第一是突然间下跌的成交 第二是什么呢 一些结构产品 通常一些风险结构产品 爆厂才会令到现在近代的指数 突然间逆转 那些杠杆 是的 所以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 但是开始看到那些大户 那些春光鸭开始走前 这个星期开始 美国业绩期 大家就在看究竟 会不会业绩出来的数据 有重大落差 其实作为一个调整的重大借口 暂时我看你标普 因为每人都说的 偏贵 但是你对比而已 你对比一些市场偏贵 但是更多人觉得其实它是合理的 嗯 Frank 现在股企业盈利增长 刚刚最新将会公布的季度 只得3% 说到2019年最低 但是都已经经历了一两季都是这样的 都是必须的市场预期 你觉得这次我们怎么去分析这件事呢 那当然如果盈利不足 但是钱继续进入的时候 pc就会贵 那这个很正常 很直接的一个思想 但是你说贵与不贵是一个相对问题 如果它30年 你用回那时候所谓tap bubble 其实现在就绝对不贵 因为当时本身是没有盈利之下推升 但是如果你用到这么远来比较 就反而有认识 因为用那一刻最极端 和现在那一刻 是不是已经有apple to apple呢 第二个问题 就是当时的产品的宽度和深度 和现在也不同 所以不能够一概而论 我能够表达什么呢 你会发现这幅图 过去五年的平均值和现水平 譬如现在的水平是相差很远的 也就是告诉你 我用五年公平一点 我不要说到盘股初开那么远 但是五年里面来算 其实现在都是高的 所以以估值来算 我们撇除所谓tap bubble 那段时间 现在偏季但未去到爆那刻 正如刚才所说爆要看 就是成交量突然下降 连散户都走钱了 甚至乎一些资不抵债结构产品都爆了 以往都是这些而触发的 这些东西通常一摆上来 你才知道的 那就走不及了 是啊 所以如果是不要那么贪心 去到最后 有些东西最后要留给别人赚的 大家都很关注 刚才你说 其实看到一点 就是如果我们和千禧年比较 那当时真的很极端 所以大家都会觉得 当时就是用C4来说 今时今日就用NVIDIA来说 觉得会重现C4时刻 但是它真的不下降 因为它交到数 是不是呢 就算你说它多贵 但是其实它的4P也不贵 就是给到那个盈利 那就是我们是 你的言下之意是 不用怕我们继续拥抱这个泡沫 还是怎样呢 我的意思是 如果我不说哪个股票名 但是如果用以前的游戏方式 和现在是有分别的 现在我形容为一些智能手机方式 我不要说什么品牌 你发觉过去十多年 那个游戏很简单 我出一个A 我出第一代 跟着股价延下 我出第二代 是啊 你就换鸡 然后股价我出第三代 那本来我预测到十代 我摘字擠牙膏 这样 让股价慢慢升 但是我觉得最近的东西没有什么新意 就是现在去了AI那边 AI也很需要的 所以如果我是芯片 H100 H200 H300 其实这个数字不停加上 我少少加 滴滴下去之后 就令到你的股价不敢跌下去 因为你不敢走 所以这种这样的投资方式 或者Marketing的方式 现在在AI或者芯片市场正在做 什么时候逆转呢 去到第一 好像看回手机的市场那样 差不多去到五六代 大家才开始慢慢觉得 你都没有innovation 去到第十代之后 大家开始换机很慢 但是现在芯片都只是第一二代 所以这个游戏可以继续玩 直到真的有人出来去逼你这件事 比如之前可能韩国的手机逼你 或者现在大陆的手机逼你 这样才能做到 但是暂时现在看不到 所以它会调整而不是逆转 是 因为第一季如果给大家看 整体环球基金继续股票 正是流入科技股份的资金流入 差不多有190亿元金 这个有纪录以来 是第三大整个季度的流入来的 所以是超级夸张 但是大家都继续看着来玩这个故事 但是那些譬如什么 调配应该是越来越 就是可能会很密集做一个转仓 就是他们会继续拥抱强者 那些弱势那些就在哪里 现在如果大家投资者买了 就不敢放的 因为怕放不回 但是你要拿新钱来追 就有hesitation 因为我做了 我未必需要高追 还有刚才所说 如果这个时代 大家去拥抱一些所谓芯片的形式去做 什么时候完 大家不知道 越多人去那个地方就越危险 那现在的钱就开始慢慢散开 你看performance也看到的 其他sector也看到的 最好的一个表现是什么呢 就是通讯科技 如果大家留意一下 Quarter Today 其实它是 或者Year Today 升是拍着科技股升的 很简单的概念 你手机就算多厉害 AI多厉害也好 上不了网 得物无所要 那些是很稳定的业务 是啊 因为你就算研发过AI 研发过芯片 其实通讯服务这个行业 我是黄雀在后 你就研发 你越发越厉害 你越发越厉害 你研发越厉害 你一定要看我的魂 一定要用我的6G 我就卡住在后面 你就继续研发 它们在吃钱 其实你发觉 现在开始看到芝芝 在流进去通讯业务 第二是什么呢 医疗护理 那些COVID之后 其实我们香港 我也中过了 是 但是之后你都感觉到 是有些问题的 在外国更加 要健康护理 是的 所以你会发觉 如果真的 以year-to-day的表现 金融也是好的 都是碰到整个指数 如果看回右边 就是盈利的增长 预测盈利增长 第二三四季 如果要找到 double digit 又有上升 其实医疗护理 通讯服务 公用和工业 这些四版东西 其实在盈利方面 是值得做的 其实是好事 人人都会说 我怕你由科技股主导的 AI牛市 好像不太稳固 但是如果那些钱肯下去 你的市场整体阔发 那事情又没有那么害怕 其实你year-to-day已经在走 通讯服务差0.5% 但是没有什么人提 是的 你发觉市面没有什么人提 慢慢在掃货的时候 我为什么要提你 你晚上看那些外国电视台 他们都是整个眼睛集中 在那几个科技股那里 所以数据就告诉你 其实开始 在美股方面 大概给大家一个策略 可以留意一下其他机会 另一边更多人看 就是因为它追到上去四万点的日经 才一个容易问 究竟这个市场 有没有得去的 十九个基金经理都跟我说 继续追 政府支持 又日特股 股值收复公司 不停回购股份 但是当你有时觉得 哇 我看日本一些整体经济数据 其实真的不是特别漂亮的 就是它知不知道 支撑到它的估值 嗯 这幅图做了一些历史的数据 就是比较闷一点 但是没有什么人看 但是始终 今天突破到 迷失三十年的高位 你有什么的筋量 有什么基调 能够去到三十年前 是 坦白说大家用的车 以往做的一些冰箱 电饭煲 常常说绿色的电饭煲 不要说名字 扁头揭盖的 大家都用过 都是那个 今天你都不用它 是 所以没有家电 没有汽车 没有光学 没有其他什么 为什么你能够十升到四万点呢 那你会看到 一点点左手边的图 就是那个盈利 就是那个贸易的盈余和赤字 其实现在呢 是在附近 一个很大的数值 是贸赤 是贸赤 但是80年当时 是赢足20年 现在是输足20年 那其实你没有出口 股价这么高 你怎么维持呢 还有就是 红黑的就是GDP 你发觉呢 那边红色很多 但是这边呢 隐隐约约 如果GDP做不到的 就变成巴菲特指数 就是右边那个 巴菲特指数 就是把你的指数 那个市值 除回GDP 如果你不能够 那个GDP縮 而你只要上升 就是虚 那它的指数就是这样 现在是多虚呢 其实是1.5倍 但是你不觉得有转机在于 因为它的货币政策改变了 同时间其实它真的是加工 是 人工加幅都5.2% 当然刚刚出了2月份 你扣除通胀 都是负数的 但是似乎逐步改善了 政府想呢 透过你们可不可以加工 然后你们消费了 然后我们的经济 真的会弱些 甚至股民都可以入市了 这个故事说服不了你吗 会是好 但是是不是好到80年代先 就是有一句 你现在是处于80年代的位置 而估值 PE和巴菲特指数 是屡创新高 但是我加5% 是不是要花光呢 那个兜就是 实际的利率不是的 就算如果真的加了息的话 你加了薪 会放在银行还是用呢 暂时都是银行 我30年都没见过利息 是 那种民族性的 还有就是怕青一点的日本人 第二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加息去到某个位置 你做企业的 借钱我以往都不是利息的 现在你有利息 他便缩了 如果我30年没见过利息 我便储蓄 那那个水塘扣在M2里面 怎样用呢 这个是兜着的 但是现阶段 就是由一些大户入场先 要直接令到你说服到你们 喂 我们追紧你还不追 其实他们已经买了很久了 其实说真的 日经升了10年 但是到现在 巴菲特开始披露过仓 大家才追 有些人说 其实还能说服到大家 因为他们接下来的预测盈利增长很厉害 17%都仍然是历史以来最高的增长 但是你看看PE 这个图没那么长 但是其实都未曾突破到2015年的高位 绝对是 其实如果PE 我不敢说贵不贵 因为始终它的变化太大 你用30年和10年已经很大分别 始终日本大家 做得到的事情 投资的事情 都已经预了高风险了 而且政策 中美因素 日美因素 所有东西都在里面 所以其实很难去看的 但是如果以PE拆细来看 其实每一个sector的盈利 其实分野很大 如果大家留意这幅图 其实你发觉未来三季 就是刚才我在美股用了三季 现在你用日股未来三季 其实只有几版 是比较坚实一点的 公用 非必需品 和金融 和必需品 简单来说 花钱OK 无论必需还是不必需 OK的 这个不doute 就是有些商社大家OK的 但是你说是否所有版本都升呢 你看看其他通讯服务 那些-9% 医疗狐狸-10% 它的division很大 还有就是公用股始终 不吃不喝 始终都有个公用 所以如果真的很喜欢日股 就未必完全是index 反而是 数小一些sector 一些必需品 公用 最后是什么金融 始终一加息 我以往都没见过 这些链 所以那些银行股是升得很多 是因为链真的来着 我这么久都没试过 由0变1就很大了 由1变2就越来越少 所以 抓到0变1 金融股是升得很厉害的 那大家如果想追踪这些 要看一下 你知不知道自己在买的那些index 里面是有什么成份 我们现在认识的就是 我们认识的车 那些东西 甚至是银行 或者金融机构 都是比较大型的那几间 那大家 可以了解多一点 也多谢Frank 今天提出这件事 让我们了解多一点 那如果你说这样 其实始终股票市场 都是有风险的 那今年很紧要 都是要适量地 twist一下自己的倉 安全 那债券方面 有很多人就说 要继续买的 但我见那些fund flow 就慢了 那怎样呢 最近 简单一点 要买债 就是我的立场是要买债 原因是什么呢 由之前说5厘以上 叫大家去年 买 因为你只有买不到5厘 到现在你看4.4厘 多人买 之后你见不到4.4厘 原因是什么 你锁住那个rate 因为以现在 眼见5.25厘的利率 和经济走势 大家预期 它每次一启动都减息 它不会减一次的 它减几次 我就算给你减两次 50点支 一对一 你都只剩3.9厘 还有看回10年债息 最低的位置是3.7厘 所以其实 如果你3.7厘才醒过 你没有了0.6厘 那你不要说 你不管10年债息 你好像做定期那样 你今天拍一个定期 有4厘多厘 你过一会儿 只有3厘多厘 你拍不到定期 概念是一样的 所以为什么如果现在 债券之中 在过去5次 减息周期 之后 首次减息 后3个月表现 6个月和3至6个月表现 你会发现 企业债券 是赢国债 只有一次不同 2007年 就是国债赢棄债 所以如果喜欢债券的话 其实应该 现在开始吸纳 棄债 因为当减息的时候 它的Default Rate 开始下降 它的Credit Spread 也开始比较Creamy 可以做 所以现在要什么 开始吸纳 棄债 Investment Grade 有投资级别的 就是那些比较优质 一些 也都是以美欧为主 那些会比较好一些 如果现在硬件的Credit Spread 我落在200 你就落在4厘 4加200 就是6厘4附近 那些就比较Fair Value的 旗债 八卦问多一句 你觉得今次的减息周期 是一次是两次指 还是真的好像以往那种 半半的声音 减下去 一个趋势性地落 我认为Pumpe 就是它是减一次停 减一次停 它不是凸凸凸凸凸凸 看情况 因为它没有Ground 以及本身的GDP 你落在那裡 它没有原因去做 当然你说11月大选 哪个人贏 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炒了Pumpe 另一件事 跟那个经济无关 但是如果现在的经济状况 或者用一个金融去看 它是Pumpe 跌两下停 跌一下停 甚至乎有机会加低再停 这个是像95年至2000年期间 这些这样的做法 很多人说像79年 80年 其实不像 因为当时升上20厘 然后sir回来 Pol Walker 是的 Pol Walker 那个年代 其实它像95至2000 即是在科网股 爆破之前 那段时间是似的 无独有 现在是似的 我们也是科网股的时间 所以是95至2000之间 如果大家数回那条Curve 它跌两下停 跌两下停 这样去做法 那可能买债就长坐了 说真的 会舒服一些 坦白说 我想现在眼见5应该是近代比较高的 是的 但是10年式上了4厘4 现在那些人又说 穿了4厘5就上了 这个当然你说 我刚才说 我想你差了这么多 5已经是叫做cap 是 如果你落在4厘4 不是一定贪心到5 那你落在4 就逐一点分一点 到之后它真的减下来的时候 正常如果用那些 Sort-out-star 就是neutral rate 中性利率 其实只有2厘7 是的 所以现在4厘4多了很多 10cm的0 那是Nutral 应该是4以下 它现在在标证 学术派说2.7 我再加那个 Spread 我给你3.8 即是給大約100點進去 現在的4.4都是高 所以為什麼剛才第一句說話 都是Long 部分的債 IG債 我不是叫你全部去光 但至少你有部分的大企業 你的股票倉平衡 它突然上來那一刻 你的股票會損失 但是你的債幫你頂回頭 這些才是選舉年 利率拐點 這兩個同時間出現的事件 其實歷史中很少 如果同時間出現 令到的時候 你就做一些 Divestation 和風險管理 好啦 其實雖然你說債券的資金流入最近 今年年頭到現在 比去年10,000個第四季 但是量都多的 我計算四個星期平均應該流入相關基金超過400億 是 有的 其實都是OK的 好 今天謝謝Fran 和我們高敷了 希望大家接下來砌整個Portfolio 等美國大選 好 遲些再約你上來談談 多謝 今天差不多 拜拜 最後一集隊 天 tax 日法 這樣 好 金 今天 被告 被告